为了环保爱迪球 欧洲各大车厂也开始想了 怎么样可以更加省油 其中降低车重就是关键之一 英国的豪华轿跑 80%的车身 全部都使用铝合金 让整个车身都减重了 还有德系的豪华车厂 寄出了碳纤维 从车顶到后视镜盖 全部都使用碳纤维的材质 但是安全性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赛车教练 流线型LED头灯强化了运动张力 亮红色车身搭配之下 更彰显了英国叫跑霸气 整个车体的82% 都是采用航太极的铝合金 这车重是来到1536公斤 不仅是更轻量化 也能更省油 车体轻了平均油耗11.8公里 但有安全 车门用的是钢 设计上能有巧思 它的车门实际上还是 钢铁的材质 因为测状的话 你贵缩区比较少 所以实际上钢 在这个地方使用 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车厂也必须花尽心思 来设计说 我到底什么地方 要用铝合金 到底时候要用钢铁 来作为一个成本的考量 赛车教练就点出 整车用钢或铝合金 重量约差300公斤 车轻也降低油耗 更加符合环保趋势 弯道来个大甩尾 从经典水箱护照 就能看出德系豪华车生意 轻量化就从碳纤维来 从后市浸盖 老刘维翼到车顶 全都采用碳纤维套件 光是碳纤维引擎盖 就比传统钢制 重量大大减轻一半 连轿跑都拼减重 除了让速度再上一阶 也能更省油 东森财经新闻 刘布喜和昆元综合报道